武漢,快樂聯報王 那在台灣呢 以前大家也許都有聽過一件事情 就是祁山香蕉 幫台灣賺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當然今天節目當中呢 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 在祁山發生了一件 即將要到來的一件大事情 叫做祁山馬拉松 今天呢在節目當中很開心邀請到的是 我們隔用七 我們的明政課的課長 王元良王課長 課長你好 楊大哥你好 是我們祁山要辦這個馬拉松了 其實我覺得祁山是一個很可愛 而且很淳樸的一個區 尤其這邊也種植很多的香蕉 我們知道是祁山的香蕉 真的品質很優良 而且很好吃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 在運動的部分也可以結合觀光 所以這次的祁山馬拉松的舉辦 我想問一下課長這是第幾次舉辦馬拉松 這一次我們祁山馬拉松是第三屆的 第三屆的馬拉松比賽 所以這次的舉辦跟往年來說 有什麼樣特色的地方嗎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 當然這邊我也先感謝那個楊潔楊大哥 讓我們有這個榮幸可以代表祁山區公所 來跟各位聽眾朋友去做一個介紹 我們在12月8號的祁山馬拉松的活動 那我們祁山馬拉松這次已經是第三屆的活動了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他 往年往年大概只有到21公里的瓣馬 瓣馬 對對對 那我們這次 為了符合一些對自我挑戰比較高的跑友的話 我們這次有增進了增加了42K 全馬 對對對 還有維持原本的21K的瓣馬 那還有還有10K的那個親子馬跟5K的健康馬 是 這個就是希望能夠滿足各個年齡的朋友的需求 OK 對 那一起來參加我們這個祁山馬拉松的活動 所以以往來說 前兩 今年第三屆 是的 前兩屆是只有到半馬 對 那今年就增加了全馬 是 那所以跑的 跑的路線會跑的更遠一點 當然 會出祁山 欸 對 哈哈 因為要跑更遠一點 對 楊大哥這邊都很了解說 我們這是因為全馬的關係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說把周邊的觀光 就像剛剛講的 從運動跟觀光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所以我們就是把這次的路跑的動線 來拉到我們有觀光小鎮 十大觀光小鎮之稱的美龍 對 我們會跑到中正湖那邊 沿著環湖的景色 看了一輪 那從合體跑回祁山 這樣子 是的 OK 所以整個沿途的風光是很漂亮的 當然的 OK 請大家可以多多來關注一下 所以今年的活動特色呢 有什麼樣的特色之處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年的活動的話 剛剛有提到說 他在路線上是升級到有從全馬的跑者 也可以一起加入之外 當然這部分的話 像以往一到二屆的部分 那個在跑者都有在閱讀的運動筆記的這個網站上 對 他有看到他的滿分是5分 那其山馬拉松在評價上也有拿到4.5分 幾乎9層的相當高的那個滿意度存在 對 那還有就是他的跑的路線的部分的話 他這是說比較不同的集聚都有之外 那我們這次也請運動筆記 納入運動筆記的團隊 同團隊比較偏向跑者的角色 是來幫我們審視這次路跑的動線 OK 會比較站在以往是主辦單位可能比較缺乏路跑的經驗 那這次我們有專業的跑者的團隊 來幫我們看騎山馬的動線 那相對的會以比較平緩 舒適好跑為原則 是 當然 所以那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就請這些愛好跑馬拉松的朋友 一起來加入討論 對對 OK 所以 都有四跑過 還有四跑過 對對對 網路上的話如果都可以到公所的網頁 會有四跑穩的心得出來 相當有趣 真的 OK 所以等於說已經有前輩先去跑過了 喜歡跑的朋友已經有先去試跑過了 所以整個路線跑起來是很OK的 對當然沒錯 OK 所以今年 今年的這個 等於說路線的部分的話 都有經過一個檢視 有修改過嗎 比如說你們原本 有規劃怎麼跑 然後後來跑一跑 有在做一點點小小的微調嗎 有的 因為以往第一屆跟第二屆的部分 它主要著重在旗山 是的 那從 從旗山的體育場 我們以跟經典跟網也沒有移動的情況是在於 從旗山的體育場出發 那在體育場的周邊其實我想如果當天有來跑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們體育場這個蠻在旗山的區民是一個蠻難得的空間是一個在地民眾都在這邊運動 那旁邊有一棟非常古樸古色古鄉的建築物叫武德殿 武德殿 那邊的話也是歡迎各位跑友在回城的時候 如果體力這些然後時間都還允許的話不妨在旗山的老街 我們族山跟老街也就是一階之近而已 相當的距離 對相當的近 那以往會往我們祺山香蕉的故鄉叫西州 人家說卡丘 卡丘 那邊去跑 那因為那今年的部分的話 除了原有的保留西州的路線之外 那我們就是拓展到美龍中正湖的動線 那西州這邊的非常有一個非常獨特的點叫做 我們會跑進去香蕉園裡面 直接到香蕉園裡面去跑 兩側都有香蕉樹 襯托著這個路跑的動線 好美喔 對非常美的一個畫面 是是是 所以這個路線來說的話 可以看到很多的農田農地不同風光 因為像楊姐之前有介紹過高雄馬 高雄馬還跑到鵝阿寮 跑海線 那這次不一樣 跑在我們的山區裡面 那其實這個田園風光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每個地方 像隔雄區 本來的時節就漂亮的節夏期 所以在每個地方的路線跑起來 沿途欣賞的東西會不一樣 跟楊大哥這邊分享一下 就是像高雄是一個有山有海的一個美麗的港多 那剛剛提到說高雄馬是跑鵝阿寮的部分 對對對 也很有趣 那這次我們騎山嘛 這邊你也知道騎山就是山嘛 山藍景色這樣子 所以我們從活動會場 對 體育場出發之後 那會跑到經過我們的騎山的地景橋 那從地景橋 跑友跑到上面的時候 不妨稍微泛慢一下腳步 對因為在秋冬季節的時候 從地景橋剛好是一個 其實也是個景觀橋 那騎山西就在它的下方 那秋冬季節枯水期的時候 那個芒草 芒草的景色是相當漂亮的 對然後從 再從騎山橋 還可以再遠眺我們的騎尾山 也是台灣小百岳之一 對對 那從騎尾山 從地景橋這邊 我們再往前跑會經過騎山躺場 對那躺場部分的話 當地會看到傳統的 以前製堂的老煙囪 是一個相當美的建築物 對然後再從那邊沿著河堤步道 我們就會慢慢的 沿著河堤 那旁邊的景觀綠蔭 那再配合徐徐的微風 我想這樣跑起來是相當舒服的 我們就一路直接給他跑到美隆 對那跑到美隆中正湖之後 我們還會再從中正湖那邊環湖 然後順著河堤之後 回到我們騎山的西州地區 對那西州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跑到香蕉園 那沿途當然 我們也會經過一些傳統的街道 那還有一些舊有的戲院 叫大舟戲院 大舟戲院 雖然沒在經營了 但是從外觀的排樓 可以感受得到以前在西州地區 全台那全騎山最有錢最富庶的地方 農景就在那邊了 對 所以剛剛其實課長你說的這個保護文就是 全馬的部分可以欣賞到那麼多 那當然很多朋友一定會想說 既然要跑的話 因為有些就是每個跑者不同的規劃 有的人是比如說為了獎金來的 有的人是為了自己破自己的紀錄來的 有的人是為了休閒來的 不一樣 當然剛剛課長說的 如果你真的不趕時間 你是一個休閒馬拉松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邊跑邊欣賞 就是很適合來欣賞一下沿途的景色 那其實不同的公里不同的級別 他跑的地方也會不一樣 像剛剛課長你說的還會跑到中正湖 這是屬於全馬 那半馬的部分會縮短到哪一個路徑 那半馬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不往美龍這邊跑 我們就直接從會場出發之後 那我們是往唐場的方向 一樣是往唐場的方向跑 然後再從唐場這邊的田間小路 唐場出去之後是我們騎山 其實騎山不是只有香蕉 讓人家非常的熟悉 最近這幾年來騎山的毛豆 毛豆也是一個尤其是負責日本外銷的一個相當大的生產大宗的 那我們從唐場那邊往順著田間的道路 我們會一樣是往西州的方向跑 但兩側就可以看到一些毛豆田的田園風光 然後往西州我們又可以看到郊原的景色 其實是跟都市型的路跑是完全不一樣的 哇可以看到很多農作物 那如果說剛好遇到有在採收 也可以看到農民的一個種植的過程 甚至旁邊還有白露斯跟我們一起跑 有可能你跑過去他可能會飛走 他可能在旁邊看你在跑步 那其實有半馬 剛剛講全馬有半馬還有健康組 健康組這個跑起來就沒什麼壓力 就只有10公里 健康組的部分我們當然是希望說讓各界的跑友好朋友們 來我們騎山做個也不用那麼給自己有太大的壓力 可能是怕半馬全馬跑不完怎麼辦 沒辦法完賽 那我們稍微把目標稍微往內縮一點點 那我們試著嘗試從10K來開始做一個跑的紀錄 那我們在10K的部分我們會跑一樣是我們從主廠出發之後 會往騎山躺廠的方向去做一個動線去做一個規劃 那其實這個部分主要是把騎山在地的一些觀光集點一起整合起來 透過路跑的方式讓各界的好朋友們 會更了解騎山這塊地方的風景的明媚這樣子 是的 還有一個是你絕對跑得完就是親子組 這小朋友都可以挑戰的 是的 那親子組的部分我想是相當於是還蠻鼓勵各位 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來騎山這邊做個健康的走這樣子 大概我們這邊的設定的部分是設定到堂場外圍 大概是他堂場外圍一個廣場 我們不用跑到堂場裡面 我們在堂場的外圍就做一個折返 從祖場館經過地景橋一樣都看得到河岸兩側的 還有騎山溪跟騎尾山的風光之外 那再往前一點就是越過了地景橋之後 就是我們的騎山躺廠了 是的 所以科長這樣子跑的話有沒有說限時 比如說限時多久你要跑我玩 如果有參賽需要玩賽壓力的話 那當然對 全馬的部分的話應該也是 我們也是設定在三個小時 三小時左右 那當然剩下半馬跟健康馬的部分就時間上 其實我們都會以比較有餘裕的時間 讓各位跑友有辦法玩賽之餘的話 也不會把自己的體能啊 或是說玩賽的壓力會鬆的很大 是希望大家以一個愉快輕鬆的心情 然後來跑我們騎山馬拉松 除了破個人紀錄之外 那也有些不急不敢的民眾的話 那就趁著這個機會放慢腳步 看看山村山海啊田園的風光景色 有些小朋友覺得還正在長大 那孩子們有時候假日也可以帶他們出來走走 那甚至是跟他們一起來做一個健行走路也好 因為小朋友可能步伐不大 那就帶著他慢慢走可以走親子組 親子組也很棒 那我們這個活動是在12月8號來做舉行 那幾點的時候開始做集合呢 這部分的話我們是在早上6點就開始做一個集合 那全馬的部分會比較早出發 大概在6點半左右就會去出發 也怕說到時候會影響到交通的部分 那也希望讓跑友有比較天氣也不會那麼悶熱 那路線上也比較安全 但是另外我們這次在全馬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18處的補給點 有18處的補給點 如果說是半馬的部分的話也有16處的補給點 那很多 很多 所以說其實在剛剛提到說路線上風光的特色之外 我想很多在地的美食啊 都會透過我們補給點的去做一個呈現 哦 對對 是 例如我們的香蕉 起山香蕉 香蕉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 而且聽說吃一點香蕉對於運動的朋友是很好的 是的 現在香蕉的部分它的營養素是相當高的 那我想跑者的部分透過香蕉的補給 也會比較避免說肌肉的拉傷或抽筋 對 那除了香蕉 一般的香蕉之外 我們還有香蕉再製品 香蕉再製品 我知道起山香蕉再製品很多耶 是是是 香蕉蛋捲啊 天氣領啊 是的 我們 楊大哥大概都對我們奇山美食遼落之上 也吃過也吃過 還不只哦 還不只哦 對對 我分享給這個聽眾朋友們也一起知道 我們大概這次會有一些香蕉的香蕉切片 把它做成的脆片 喔香蕉脆片 蠻特別的 那還有提到香蕉蛋捲 香蕉蛋糕 是 香蕉冰淇淋 冰淇淋也可以做補給嗎 也可以做補給啊 香蕉冰紅茶 香蕉冰紅茶 哈哈哈 那還有比較特別的就是因為 我們會經過毛豆田 是 那我們這邊也會有毛豆 毛豆飲哦 毛豆飲 對對對 大家可能喝過豆奶 就黃豆的 那應該很少人會喝過毛豆做成的飲品 是 對對 那味道是相當特殊 也是滿好入口的 毛豆飲是有點像毛豆打成豆漿的概念 是的是的 OK 對 非常營養 非常營養 對 那還有當地在地的社區 沿途的社區會做一些像香蕉湯 香蕉湯 對啊 煮鹹的嗎 煮鹹的 香蕉湯就是要鹹的 真的哦 真的 那還有南瓜包 南瓜包 是的 那另外 因為這次會跑到美容嘛 那相對的一些美容的 客家米食小吃 我想 這邊就賣個關子 OK米食小吃 各位朋友親自來騎山馬拉松 做一個體驗 常常在地的美食小吃 OK 因為這個時間大概在12月左右 所以 據楊姐我所知道的 大概秋冬裡做的話 美容應該少不了就是白玉蘿蔔 還有可能美容常見的 大家常會吃到的板條 或者是油蔥酥的料理 很多就是 裡面都加油蔥松 很多板條加一點 還有 像米食料理就是客家很重要的 一種料理的一個形態 對 沒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會端出什麼好料的 是的 好 OK 時間關係 讓大家來休息一下 等會呢 經過廣告之後再回到現場 跟我們的高雄市 旗山區公所 王元良 王課長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來 爸啊 不是說你去看家 看了怎麼樣 齁 別再說了啦 中間的公家都吹到全補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 要小孩 看家最怕 就要找一百的學校 就要找一百的學校 才比較得到 不動産買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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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高雄市政府的建局功課 好的菌 讓您健康舒暢 壞的菌 讓您病奄奄 民宿卿 寡糖液菌 給您維持一身輕盈的體態 鹽血是一株複合式活菌 維持健康的體質 幫助消化 排便順暢 調整體質從小開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現在 民宿卿寡糖液菌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各種車種 包含旅車 轎車 休旅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哦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了 商務接送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就找全球租車 電話 07-831-9037 831-9037 快樂電報網 快樂狗狗賓 97.5 快樂昆家南 92.3 快樂大台中 89.5 快樂大台北 89.3 快樂華東 98.3 快樂佩鵝 96.7 快樂紅蝦 91.3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電報網 快樂台灣 不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快樂電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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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報名要趁早 因為最近就是 等於說已經到了報名 快要截止的時間呢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報名 我們報名到什麼時候啊 我們這個報名的話只到9月30 9月底喔 那就是快樂 那如果很踴躍的話呢 我們當然是 現在其實有蠻多朋友就打來 打電話來詢問了 要如何去報名 然後報名到什麼時候 截止 那我們當然是原則上是會到9月30 9月底的部分 那後續的話如果 各界都相當優越的 我們也會採納 這些好朋友的聲音 適度的把報名期限 稍微把它給延長 讓大家想跑的都能在 如願的報名 來騎三馬拉 溝通參與 盡量找一點報名 不要說快要開跑才報名 那真的就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很多東西必須製作 像還有準備 像一些周邊的一些商品啊 還有一些選手的配備啊 對不對 講一下選手有什麼配備 像上一屆的部分 騎三馬拉松的制服 是相當受到跑友的好評 因為他在制服後面印上了兩個字叫驕傲 香蕉的驕傲 也符合我們騎三馬拉松在地的一些特色在 那我們也是有個slogan是希望說 跑者來騎三馬越跑越驕傲 穿上去是還蠻有一個識別的 作用 對作用在那這次第三屆我們一樣是延續的驕傲的設計 對那在跑者的那個排汗衫子 排汗衫也會有比較用多元的色彩 那配上驕傲的文字 是的 那另外在玩賽的部分的話 會有一面玩賽的獎牌 那這個獎牌也是相當的具有設計上面的巧思 怎麼說 我們這個叫好朋友獎牌 好朋友獎牌 這四個獎 這面獎牌 雖然是每個跑者只有一面 但是如果說親朋好友的話 大家都能來跑都能玩賽的畫 那把四面集合在一起 對就是一個香蕉的大圓 也是又另外一個圖案在 香蕉的大圓 是的 是的 是 喔那 我剛剛就問課長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 我們比如說 我們家有四個人 就分別去跑不同組 還是說 四個人都同時跑同一組也可以 其實都是可以的 所以無論跑哪一組 拿到的獎牌 大小一樣 對對對 所以一起拚 還是一個圓 還是一個圓 哈哈哈哈哈哈 那該出名喔 是的 所以全家 那我想問你一下課長 那我們這個比賽有沒有一個年齡限制 比如說 小朋友多小可以參加 那長輩到幾歲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年齡限制 這部分的話 我想大家 我們是不會做這個年齡上的特別限制 主要還是希望說大家 評估自己的體能 那能參加的級別 那盡量去做一個報名 在自己的體能的範圍允許內 那共同參與這個活動 是的 也可以 所以 那小朋友玩賽也有獎牌 小朋友玩賽也有 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一家四口 如果有空的話去跑 也不錯 也不錯 真的 當成合家出遊的一個 紀念 對的 OK 滿好玩的 好 那當然在旗山 旗山 也會有一些不同的 我們講的文化的景點 也可以提供給大家 因為跑完之後 大家總是會餓嘛 雖然有補給點啦 不過 如果說實在 你在跑當中 你補給東西 也不能吃太飽 好像吃太飽 走不上當 有時候也是蠻困擾 所以 大家也是可以趁跑完之後 附近也可以去逛一逛 其實 在旗山 像剛剛在節目前 楊姐跟科長在聊 其實旗山老街 楊姐很喜歡去 很古色古香 而且有很多很棒的景點 包含有特色的廟宇 還有特色的小吃 還有很多好玩好逛的 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嗎 剛剛楊大哥這邊有提到說 旗山這部分 換完之後的話 有沒有哪邊好玩 好走的景點 那這邊跟各位聽眾朋友做個分享 那我們旗山 剛剛講到我們的體育場 旁邊就是 旗山老街 老街的部分的話 是具有相當多的旗山在地的美食 香蕉的美食 或是一些麵食類的 都蠻歡迎各位各界朋友去品嘗一下 那走走老街看看一些巴洛克寺的建築物 是的 那往老街到底會有一個旗山小火車站 但也是一個古蹟 那剛剛有提到說 旗山廟宇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次在跑的動線上 是也會有經過幾間旗山 蠻具指標性意義的廟宇 是 那除了在比較街區內的旗山天后宮之外 那我們往在跑的動線上會遇到一個叫做 激公大佛的鳳山寺 那邊是旗山激公信仰的一個中心 有開高速公路都會看到 非常明顯 是的 是的 然後在往美濃的方向走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經過美濃當地的福德池 對 那往西州從美濃回來的時候會經過在地信仰的東西 雙龍宮 在地的人都叫當宮廟 當宮廟 信奉董公爭 是的 那還有會經過昆州宮 昆州宮 那昆州宮是一個當地的話 那邊我們叫信奉王爺信仰 是 對 那我們叫他香蕉王爺 香蕉王爺 是的 對 也希望早期在做西州香蕉生產跟運輸的時候 那樣都祈求王爺可以讓 保佑豐收 豐收 豐條與順 讓香蕉有一個好的價格 是 香蕉王爺 是的 好有趣 好可愛 經過的民眾的話也 如果不急的話也可以停下來稍微雙手合個詩 跟我們的那個各位廟宇的那個神尊們 去做一個請安祈福的動作 OK也蠻有趣的 當然當然 剛才在跟我們課長在聊說 其實在天后宮附近還有一間叫福德池 是 這一間福德池 聽說歷史非常悠久 對 聽 新在地的廟坊講 那邊有達到300多年的歷史了 有悲文 有悲文可記的 如果考證屬實的話 可能是全台最古老的那個福德池的 廟宇的存在 就是有經過官方文獻記載 這部分嗎 是的 OK 我覺得我們如果民眾 聽眾朋友有興趣的話 去當地也可以參拜 當然也可以去跑馬拉松 附近去逛一逛 那像楊姐還記得 武德在旗山有一個叫武德殿 武德殿也是很日式風格也很漂亮 那這間武德殿有什麼特色呢 武德殿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在我們體育場旁邊 只要在體育場應該就看得到 雖然叫武德殿 不過我想很多朋友會把他搞混 他以為是說 是哪一間廟宇 其實 並不是的 哈哈哈哈 那武德殿其實是早年日本 統治時代在給那個他的軍警 去做一個柔道武術訓練的地方 是 那 其山武德殿的話也是承接這個脈絡下來 那我們目前的話是把他做一個在地的 希望做一個在地的藝文展示中心 哦 對對 會有不定期的一些藝文作品的展覽 那他的屋頂 他的屋頂是黑瓦屋頂 哦 黑瓦 黑瓦的屋頂是 看起來是蠻有日式那種武道風格的建築物 是 對 如果他裡面是需要拖鞋的 ok 那是全木頭地板 哇 很有日式風格 對 那我們拖鞋之後走在裡面的那個木質地板上 那抬頭看可以看到木造的兩柱結構 是 他整棟都是全木造的結構 哇 是的 ok 所以相信也是一個拍照打卡的一個很厲害的景點 是的 其實跟這邊跟楊大哥這邊說 蠻多婚紗或同仁字的朋友們 都會到那邊去做一個取景 是 ok 好民眾呢 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總共有時間一定要去看一下 要去拍個照 那當然到我們的旗山來美食小吃 就當然是不能少 剛我們講的其實旗山有這個香蕉料理 香蕉各式各樣的點心 那旗山還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地方呢 其實旗山的部分的話 好吃的部分我想其實有相當多的小吃 小吃 對那還有一個知宰檳城的部分也是在旗山 是一個蠻具指標性的那個景點在 那當然很多很多小美味的小吃的話 對 可以做個參與 因為讓各位可以去品嘗 實際的去嘗鮮 其實還有蠻多旗山好玩的景點 例如說像旗山口廟 哦 旗山口廟 從旗山口廟的 旗山口廟是在旗山的古山公園 雖然叫古山公園 但是是在旗山 因為有一句俗言啊 叫做旗尾山 我們旗山跟古山 兩邊的山是遙遙相望 所以以前的人叫旗鼓相當 旗鼓相當 對 旗鼓相當來看旗山這樣子 那從口廟前方 零星門的平台 如果在那邊往前看的話 只可以看到整個旗山平原 那隊員可以看到屏東大舞山那邊 是一個 具有相當地理能潔的地方 對 而且我們旗山口廟又是 全東南亞最大的口廟 好 OK 來 去那個課長 那我們如果聽眾朋友有興趣想要報名 12月8號的這個旗山馬拉松 該怎麼報名呢 那我們報名的管道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去上到 Ironny的那個 電子報名網 去搜尋旗山馬拉松 那或是說上臉書粉絲團 會有搜尋旗山馬拉松 會有旗山馬拉松的專屬粉絲團 或是到旗山區公所的網頁 那也都有報名的連結 那如果說是旗山美濃在地的民眾的話 只要到我們旗山區公所或美濃區公所 去做一個現場報名 會給在地的民眾優惠 優惠 折抵報名費有100元 哇 就是我們在地的朋友可以做一個報名費折抵 這是優惠給我們的現場 我們的當地民眾 好OK 來 課長最後有要跟聽眾朋友做最後補充的地方嗎 那我想跟各位聽眾朋友講說 我們旗山馬拉松 跟其他馬拉松有幾點不同的地方 那首先我們旗山馬是相當接地氣的一個 一場馬拉松 剛剛我提到的是說 在路線上我們會跑到旗山跟美濃地區的那個景點 比較為人所知的景點還有香蕉大道 這是一般一般路跑不會有的地方 再來美食相當接地氣 對會有香蕉各式的補給品 是 對那另外還有我們希望把運動跟觀光休學可以合成為一 而讓民眾在跑步之餘 所以結束之後也可以走走老街品嘗在地的美食小吃 OK 好 歡迎我們的聽眾朋友趕快報名重塑 因為報名到九月底 那希望我們聽眾朋友有興趣的歡迎來旗山遊玩 來參加我們的旗山馬拉松 今天非常感謝高雄市區公所 旗山區公所 明正客客長王元良 王客長來到楊潔節目 謝謝科長 謝謝楊潔 謝謝 感謝台中朋友收看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小 Billy 不知道 傷